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 Bekky Makeup Artist 郑诚怡Bekky创办人 欢迎 哈喽大家好 我是Bekky 嗨你好Bekky 真的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您来参与我们的人物专访 那我们想要问您 想要第一个问题的问题是 你当初是怎么样去进入这个新秘的这个行业里面的 因为其实蛮突兀的 就是还蛮突然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学应用外语的 然后后来因为姐姐结婚 然后她有找 因为通常结婚都要找新疆秘书嘛 做造型 所以我那时候看她在帮她做造型 我就发现说 怎么好像这个行业还蛮不错的 就是觉得好像可以是自己的兴趣 那虽然人家都说兴趣不能单方吃嘛 但是后续我就 为了这一块我就 努力的去专研她学习 然后就 刚好那个姐姐 我们那个新秘老师 她也想要征学员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 我就跟着她 然后聊了之后 她也觉得说 好 那我们就带着你 所以我就付了学费 然后就跟着她走到现在 然后就现在就开始有自己的一个能力了 就可以自己去接案子 然后她也会pass案子给我 让我自己去接这样子 嗯 等于说你这个也是遇到一个好老师 她还愿意pass案子给你 对她不是我的贵人 她平常案子应该蛮多的 有 她真的是多到接不完 然后可能就是 会让自己有休息的时间 所以其实蛮多新娘 他们就说好可惜哦 我结婚遇不到这个老师这样 嗯 对 那你也是很忙啊 因为我据我所知 你白天还有在专柜工作 对 专柜卖香水嘛 对对对 也是美的行业 对 然后 然后又经营电商 对 电商也是副业 我觉得他可以这样撑斜杠了啦 对 斜杠 等于说你把自己也是 就是 自律性也挺好的 就是等于说你白天 就是如果工作 我工作完 然后又负责电商 休假的时候 又要帮忙接新密 对对对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就是因为你刚刚讲了 你刚刚一开始是从学习 可能跟老师一起去夜暗场 这样子 然后到你开始创业之后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一定会遇到困难 因为就好比 我刚第一次上场的时候 嗯 然后我其实也告诉自己 舞羊座吧 跟矮面子 不能让人家知道我自己是第一次帮人家化妆 手很抖 所以我其实是蛮抖的 然后呢 我就开始化之后 还好这个妈妈她是蛮相信我的信任 她说 好我就交给你 就讲台语嘛 我就交给你啊 相信老师 相信专业 因为我们其实都会过程中就会询问客人 你的彩妆你平常会化妆吗 有化妆习惯吗 那你平常穿搭是什么 那或者说你今天的服装 那个颜色 嗯 会是什么样的颜色啊 我们就会搭配你的 装容 对对对 装容搭配衣服这样 她说 我不知道 老师的高利点赫啊 然后说 哦还好 但是也是我有遇到一些妈妈 她比较 对自己会 微毛一点 嗯 然后就拿着镜子 然后说 老师 我怎么觉得这眉毛 像有点歪歪的 嗯 我就 哦 我就要镇定自己吗 因为可能真的画歪了 没有啦 妈妈 我还没画好啦 你等一下画 我再给你看 这样子 赶快拿那个擦一下 然后再重新画 这样子 很紧张 对 所以也不能让人家知道 嗯 我的专业不能被误会 所以你一开始 一开始刚上场的时候 其实是很错 就算你前面 已经跟老师去过 这么多暗场了 但是你还是很害怕 其实害怕是 怕会有突发状况 嗯 因为现在就只有你了 真的 然后现在可能 时间 他们就会说 哎 老师 你还有剩几分钟 然后我就觉得 哦 真的是 很讨厂 因为听这个 主持人很会给老师 就是压力 知道吗 我们就说 二十分 然后但是其实 超过二十分 哈哈哈哈 其实会蛮紧张 因为好像每个人的皮肤状况也有差 对不对 吃妆的程度 这是真的 所以有些客人我们就会 他皮肤比较干的 我们就会提醒他说 你前一个月一定要努力的面膜敷下去 早晚各敷都OK 就是不要省 嗯 对 因为他可能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一直省 他皮肤就干裂 然后没有去建议他的话 他自己也可能不知道 哦 所以等于说在化妆的状况下 可能就会遇到可能 比较吃不进去 对 会有一点点斑驳的感觉 对 然后或者是痘痘啦 我就会跟他提醒说 痘痘没办法完全遮得住 所以只能用遮瑕 嗯 稍微盖一下这样 所以在一个 呃 一个新人来说 就是一个新娘 嗯 来说他会多久之前会先跟你做结洽 应该 嗯 我遇过比较细心的新娘 他可能会在一年前 就跟你预定 哦 对 因为他可能就觉得 哦 日子还没挑好 但是他觉得老师或是摄影师这边 他们可能比较难瞧 他就会先找找老师 嗯 才会去定那个日子这样子 去做安排 对对对 啊 通常我遇到的都还蛮nice的 他就是会直接跟我说 然后 我就会跟他讲 那你就提前 三个月到半年之前 嗯 跟我告知 因为我确定了 那我们就可以下定金这样子 哦 那在那之前要需要先试装吗 哦 一定会 我会建议试装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 可能 你看我图片作品 你觉得你很喜欢 但是 没有亲身 见面的话 我就是直接画 我怕你会有不安全感 嗯 那其中原因也是给自己一个 适应啦 因为 每个人的浮框不同 那如果我在现场当天 才看到 哎 他怎么这里 有逗逗 或者是 哎 他怎么皮肤会这样子 那我其实当下会更慌 嗯 所以我也 我也不希望这样被看到嘛 嗯 所以我也会跟新娘讲说 我们会建议试装 嗯 那如果你真的 真的很信任我 那你至少可以 约一天 然后让我看一下 你的肤况 皮肤状况 对 然后也比较好 去带你们的保养品 跟化妆品嘛 对对对对 那你们有 那你这样 像妆是这样子 那头发也是吗 也是同步在做的 对 因为我们的流程 就是会先脸部 才装 嗯 那 穿上那个礼服之后 那我就可以帮他用头发 这样 或者是 先脸部 然后我头发 然后再穿衣服 对对对 其实那衣服都蛮大的 蛮好 蛮好去 去 不太会去弄到头发 对啦对 嗯 那像英文 我常常看人家结婚啊 然后可能第一套 第二套 第三套 那个妆跟法都不太一样 你们都要花多久时间了 就是快速这样花 嗯 其中原因 我们妆其实会 先一开始可能订婚 然后或者是 后面走仪式啊 这些的 他们都会 比较走淡妆系列 嗯 那到进场 因为灯光 或是比较场地昏暗 那我们就必须要化浓妆 哦 我们就会这样建议他 嗯 对 然后服装造型的话 因为礼服本身 换一套 就会让人家感觉 诶 我已经换了一个造型 是 对 那头发后 我们就会建议他 你可能 订婚的时候 你可以盘起来 高盘发 低盘发 因为你这样戴饰品 你也比较好戴 因为婆婆 或是 要帮她戴 对对对 这样会比较方便 因为有的 新养他会觉得说 啊我订婚 我不能 头发放下来吗 我怕我脸很大 什么的 我们其实会帮他修头发 哦 可能有些新娘 他的侧边刘海 这边没有 就是比较 没办法修饰的脸型 我们就会拿出剪刀 然后直接 直接剪 直接晋身 对 他们的时候 哇老师 你真是身兼多职 真的 没办法 我真的是专业的 对 所以我们就会在 头发上 做更多的变化 就会让顾客看到 我真的有变了 那种第二套 第三套的感觉 所以在试妆的时候 也是通常都会试三次 就是像发型的话 就要弄不同样的给她看 看她当下 试妆想不想要做 头发的造型 对因为我 试妆我个人会比较注重 她当下的浮框 那头发的话 我就会大概跟她说 你可以怎么做编排 因为你到那一天 当天的头发长度 不见得会是一样的 除非你真的一样是留原本的长度 对 然后我也会建议她说 看起来不要染个头发啦 去做个挑染啊 你这样线条感看起来 就会比较顺 对 摄影师在拍你的头发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 你的头发好漂亮喔 对 就会给他们这些建议 就是她本身就先把它染好 然后你们在做造型的时候 可以更加分 对对对 你真的很会建议耶 对啊 就是流程啊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嗯 那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像你在 像新密这样的产业来说 她其实应该不局限在新娘子而已吧 其实不会 因为我们也会帮男生化妆 因为新郎 如果她整个素素的 然后她 牵了一个漂亮漂亮的新娘 她其实她也会觉得 我哪比得上她 真的 对 像个圆外 然后我就会跟新娘子说 看你要不要就是老公也一起帮你画 那我会比较好的是 我就是会送新郎妆 就帮她眉毛修一下 然后遮瑕改一下 头发抓一下 对 然后我是额外婆婆 伴娘 她们有需求的话 那就是再拨时间给她们 这样 哇 那如果说 如果已经做到这么全面 就是真的一天要画下来的 可能就是新娘 新郎 然后跟婆婆 然后还有 各个伴娘 对 他们伴娘六个 你就要画六个 但是也会跟她说 我的能力范围 对 就是可能时间 时间上也没办法等到那么多 对 嗯 等于说他们自己装 可能要自己弄一下 然后头发你就稍微帮她盘一下 这样子 我真的有遇到那种 老师你会 我儿子你把眉毛收起来啦 就会遇到这种 我们俗称的免钱仔 免钱仔 对 对 不知道可不可以录进去 这就是额外 然后我们就会跟说 哦可以啊 但是我们可能会注重在新娘子 如果时间够的话 那我们就帮你这样 嗯 对我们还是会给她一个后台走啦 哈哈哈哈 给她台阶下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就会遇到 因为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新娘本身 对啊对啊 因为那花的时间本身就比较长 对 而且你们在婚礼的当下 其实也没办法吃东西 哦 我们会在利用他们二进之前 嗯 或者是二进之后 他们的 宴客时间 留在那边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趁机去吃饭这样 嗯 对 因为其实也会遇到新娘说 老师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进去坐啊 进去吃啊 我跟你讲 那个上菜速度慢到我们没办法吃 哈哈哈哈 我自己带的饭团就好了 对我顶多可能只能吃到前菜 然后后面的 因为就是要让顾客安心的吃 舒服的吃啊 对 所以我就会说 没关系 你们要准备便当就好 嗯 对 所以你们就在后面爬 爬饭爬便当 对其实摄影师也是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早上 我 我蛮常看到那种五六点就必须得起来的 到场也有 嗯 而且你们还要做准备 很多 很多东西 然后 比如说那个李子佳要预热啊 然后还有化妆品等等的 其实是蛮辛苦的一个行业 而且你们都扛蛮大包的 对有时候我们看到客人 老师你怎么这么散行 我们没吃饭 我们没东西 我们整个扛 我们工作 然后台内的东西 然后其实我们吃的东西也很多 哈哈哈哈 每天都在中讯 对啊就是你们看不到 真的是很棒 而且听听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有说到说 像是你有做电商 还有跟你的主业 那你这样时间都会怎么分配啊 嗯 因为电商的活动 或者是彩妆新面活动 通常都会在周末 嗯 所以我其实在找正业的工作的时候 我其实也没 也是会蛮 就是 那怎么遇到 蛮碰壁的啦 但是后来就 看到我们就是朋友 就是有po说 诶那个百货公司有在征人啊 然后看能不能去面试 然后我就去 我就也跟面试官 我就跟他说 呃其实我是有自己的副业 那就是不晓得这样能不能工作这样 对啊后续也是沟通沟通 诶可以啊 排班啊都OK 然后有时候其实活动也会 放在平日 嗯 那我就觉得诶 那也许这工作就可以搭配到 那我就可以去既定我的下个月行程嘛 我就会说 诶我可能这个月的几号 我就是要 定号 我就是要干嘛 那我就会把它 schedule起来 嗯 对对对 我就不会有安排其他任何行程这样 哦 所以就是 等于说你的副业要 呃 你的主业要配合你的副业 诶对 哈哈哈哈 因为毕竟一个是自己的品牌 是啊 我还是想要 哈哈哈哈 所以你在经营电商的时候 应该蛮多 就是蛮 有在经营自己的自媒体 对对 因为其实大家应该也都 滑 手机都应看到 诶 现在短影还蛮 蛮走在趋势上的 嗯 所以我早 早期我在经营 呃 新娘秘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我到底要怎样才可以被看到 我是要发传单吗 我电商也要发传单吗 还是发明片这样子 嗯 后来真的就 哦还好感谢 就是有网路这个东西 是 我就FB 然后Instagram 抖音 我能发的我就发 嗯 所以就能够被看见 就像你们看到我一样 对就是 比如说像你在 你会发一些新娘的 然后新娘彩妆 然后跟你自己在经营 就是电商的部分 我看你非常的经营的 非常的认真 那你接下来有没有 就是对于新娘秘书这一块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 呃 就是短中长期的规划 嗯 其实老实说 现在结婚的 会请老师的人 已经不多 就是也会有 但是不多的原因是 他们就说 啊我们就自己请家 答应就要自己化妆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 其实很多老师他们会 想要开始尝试其他的方面 我们就会采一对一方式 因为我也会遇到很多朋友 或者是一些客人 他们会说 老师我的眉毛到底要怎样 才会画得好 我眼线怎么撇都撇不好 对 所以其实在 就在一二三 一二三滑走 哈哈哈哈 对 我就会觉得说 诶对耶 那我是是也可以 采一对一教学的方式 让他们有优惠的价格 然后让他们去 有自己的底子 因为其实女生 真的要爱自己 不要觉得说 哦我不会化妆 我就不要学 我是什么样 但是基本上 我们不是说要 拿你们的那个啦 对 只是会希望说 诶也许可以用优惠 互惠的方式 我找素人 我来帮你化妆 你就可以学习 嗯 对 我的初衷是这样 那到后面 如果觉得 诶 一对一的客人 有比较多了 那我就会 采工作室的方式 就去找工作室 嗯 对 我因为我自己 也蛮希望 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地方 对 自己的店面 对 对 对啊 所以后续 如果在远远程的目标 的话 我会希望说 如果未来 我年纪到了 哈哈 我也要有学员 我也要团队 所以我也希望说 可以有自己的团队这样子 嗯 会愿意跟着我打拼 然后去教他们这样子 嗯 就是从 原本一开始新密 然后一直到一对一的教学 然后到开店面 对对对 能做一个 发妆的造型式这样子 嗯 让人家可以学习 也有 可以来做造型 对 等等 嗯 这是很棒的一个规划 因为我觉得 新娘密书 基本上 如果说是个人的话 都是 很像就是游走在 你必须得要 在网路上经营 或是 必须得多曝光自己 那如果有店面的话 不仅可以提供教学 还可以给 还可以就是帮他们做这样子 更容易的接洽 对 让人家更快找到你 对 很棒欸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 嗯 年轻人他想要创业 他也想要走像 这个 新密这个行业的话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或者是说 只要他是想创业 其实我觉得 女生 你 我其实我想要送女生一句话 我放在后面好了 嗯 但是如果因为 有些 可能我会看到一些 彩妆师 他们也有男生或女生 其实我觉得这是 没有分性别的 嗯 对 那如果你们今天 就是想要学习 这个一记吃场的话 我觉得你要放 百分之九十在探索这块 因为你要去找寻 你 适合 不适合 因为我曾经也有觉得 自己不适合过 嗯 那在探索这段期间 你也可以去多花一些 资料 就是可能 一些讯息啦 嗯 像我自己我就会看一些网络 或者是在其他国家的彩妆师 他们都怎么去帮忙造型 是 我其实也会去 联想到自己说 那我这些也可以放在自己的身上 嗯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方式 然后或者是找一些素人 嗯 我们就是 互会合作 我帮你化妆 那你就学习 你也可以在 这中间 帮我曝光 对 所以在起步这块真的是蛮辛苦的 但是后续的果子 是好的 是甜的 那我也蛮幸运是可以遇到我的贵人老师 他愿意提拔我 嗯 对 所以在这一块我也觉得说 如果你们想要学习 你们就不要吝啬的去 砸钱在自己身上 因为我觉得在疫情之前 我那时候到现在 疫情到现在 我是没有停止学习过的 嗯 对 我是有不断的在 钻研 然后 精进自己 对对对 也不断的去看 一些快时尚的东西 嗯 那在5%5% 那你就可以去 经营你的 你的人设嘛 是 因为你的前面 你已经开始有一个底子 你后面的人设 你就会觉得 诶 我就是 比较 OK 因为你有前面的作业了 那后续你如果有客源了 你就可以再去 请他们 诶 帮你做一些推 推荐 嗯 对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你一开始 想要有自己的 呃 一个 职场 就是这个创业 我觉得你 一定不要浪费 浪费在自己 就是 那叫怎么讲啊 不要浪费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 花钱是那个 哦 就是 你想表达的是 就是有舍才会有得嘛 对不对 差不多 对对对 对 你要不断的精进自己 对 然后 因为其实很多人 都会投资在自己身上 觉得投资在自己身上 砸钱在自己身上 好像 有这个必要吗 对 会怀疑 他知道这个是好的 但是他不敢去做 怕会被割求菜 对 没错 所以他 他就会害怕 但是其实在不管你 你砸了这个钱之后 你收收获到的 不管是好还是坏 都是你的经历 是啊 是啊 对 然后所以你在创业的过程里面 应该要更加的勇敢一点 然后 勇敢的跨出这一步的时候 同时你还要 更加精进自己 对 嗯 所以就想要送一些 送一段话给大家好了 就是 嗯 不要觉得自己是 不好的 所以也希望说 我们女人就是要 住 要 注重两件事 一个就是你自己 那 另一个就是 不要放弃自己 这样 对 因为 我曾经也放弃 想要放弃过 真的 所以 也还好 我坚持下来了 嗯 然后 也很感谢 就是我 我现在被看到了 这样 嗯 很棒 很棒 我们非常感谢 Bakie跟我们分享 这么棒的创业故事 然后也给我们很多 不一样的 呃 想法 然后也激励了我们 那 我们今天感谢 Bakie Makeup Artist 郑诚 以Bakie 创办人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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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